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灵教 灵教的问题 基本上灵教的问题在华小 我们要培训一些在华小试用的老师 所以那一个就可能跟其他的不一样 因为你华小毕竟还缺乏老师 所以我们刚才说 应该根据我们之前拿到的回馈 那些大学资格的灵教 我们会给予优先 要不然你明年还是要拼用他们当灵教 我这个正在做最后的这个阶段 一般上都是年底的 才会做出宣布 我们还是 这个内阁委员会还是继续运作 其中一个建议 我们已经向这个副首相报告的 就是比较务实 反正你明年还是要拼用灵教 那我们就以优质 就是说配合这个大蓝图 你要拿比较好数值的 那我们是建议说那些大学资格的灵教 那么优先 让他们培训 至于非大学资格的是因为 它的年限比较长 我们明白 我不能跟我们做到实权师妹 但是呢 以此同时呢 你要考虑到 如果让他拿到计划的话呢 他三年半拿到计划 再加四年到五年 整十年了 他最快的就是大学资格 可能一年半两年 他就办公拜读 就是说用这种part time的方式 他就可以成为合格老师 这个是会比 相对来讲 可以加速我们解决问题